大家好 我是小柯 这期视频我们要测试一下 路人会不会相信占卜先生说的话呢 大家好 我是小柯的博力 先生要咋啊 可以来吗 要占卜算命吗 知道你的未来 这是什么样吗 我来告诉你 他戴着一副帽 白色一副帽 白色的啊 白色 身上衣服是一个猴子 还就在你身边 就是你工作中 或者是你去哪儿 来注意一下 你刚才怎么没搭讪呢 白帽的女生 我这边 你们这不啥呀 我们这边其实是拍个小视频 然后搞笑的那种 你怎么没跟白帽女生搭讪呢 我这虽然 我和这个算命啊 这就是武器不能全信嘛 反正我就 他还是不相信 他还是不相信 这个呢 我们走 算命啊 他还是没太 不信这玩意 有点 对 还是不信这算那边 有人说 他这个 一开始 好奇 好奇 是吧 免费的 再一个也是 可能是出于好奇吧 想到底想听见 算命的跟他说点什么 那比较年轻的 又 就只要玩 然后可能会去看的这个 别人的心也比较强 对我感觉那个 那个女的 就 那你都高他 看这没意思吗 看这没意思吗 对 对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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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未来的另一半 嗯 喜欢戴女服帽 啊 女服帽 年纪大女的老头可能挺有心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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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穿那个半袖呢 今天能给你带着才运 也是你就是你遇到他之后 你的生活会发生变化 越来越好 然后你就是平常注意一下吧 好 免费算 免费算 好 好 免费 他怎么当时没搭讪呢 上了快上 上了快上 上 无欲了 上了 你这是船帽吗 啊 这是渔服帽 你这是船帽吗 你这是船帽吗 啊 你这是猴子 啊 是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他那块有个算命的 说咱来有缘 算命 你直接这么跟人说有缘吗 不准吧 他为什么说咱来有缘呢 他说那个那个 渔服帽 加猴子 你刚才不爱说这个船帽吗 我不认识 可是我有男朋友了 有男朋友了 嗯 嗯 看这没缘吧 嗯 本来算命说得不该信吧 没缘了 现在走了 太不坚定了 你能要他胃镜吗 那就肯定是随便落着磕 问一问 那假如说今天咱们这个女演员 是长一个特别丑的 挂一转头的时候 你发现了 你还会相信算命健身说的话吗 是有缘人吗 是有缘人的故意 要犹豫一下 是不是 总是头头长热呢 嗯 你这是换掉的摘星呢 摘星是啥呢 摘星是带来霉运的 打破啊 信不信我的 后边搭着 后边搭着我搭着我搭着一样 没吃出来 蹦啥一样 把你那没运都剁掉 好不好 哪有说没有搭着你呢 看到他说这一挂就代表不信 我特意好心告诉你的 你知道不 扯啊 你还不信 这个十万 这个十万 这有年轻能信 有年轻能不信 你过一段时间都会看到一个 遇到一个吉人 遇到一个你的幸运性 幸运性 他会给你带来好运 这个人就是 是个女生 戴着那个白色衣服帽 穿着衣服有个猴子 遇到他一定要跟他搭着 第二个就是在第二个 他没有看 就是不搭着 遇到他一定要跟他搭着 他没有看 这还看不着 我今天往前晃了 哎呦 才往前走了 他太重用了那手机了 女生是个感觉 比男生更新的 更新的女生 女生会新 女生信的各种东西 女生信的各种东西 女生不要新做 对 他是戴着白色衣服帽 个子比较高 他能配上漂亮 也看着 也看着 应该是看着了吧 看着 不能过去 您是上线搭讪 不许上线 不许上线 但是看到猴子 结果是不是有猴子 但是现在都一封帽子到了 没确定那个猴子 对 没确定那个猴子 女生好 打扰一下 忙吗 等满路呢 怎么了 看着挺眼熟的 看着挺眼熟的 这个就比前面几 没事 我就是方便留个电话 要个朋友 留个电话 我也不是坏人 这个人是个手术 行不行 那 加微信的 我 好 你平时订的最算命的 你信吗 嗯 我感觉 要免费算的话 能信一下 你已经告诉我了 但是免费 发险算你就不信吗 发险算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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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起码得过去打听一下 然后看一看 或者是 一般说明很少会说 那种不太吉利的话 或者是不太好的话 很少会说 基本就是说 比如说完之后 那钱都不给自己走了 对啊 一般都是正向的 或者是模糊 要不就模糊 要不就正向了 很大有说 船长有说不好的情况 对 然后 大家有 对于算命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 拜拜 欢迎大家微信搜索添加小鹿稿 微信公众平台 这里有恶稿视频的完整版 还有每天我自己拍的搞笑段子 还有即将推出的电话恶稿 还有每天会送出精美的棒球帽跟T恤哦 还等什么赶快关注哦 希望了解我日常的可以微博搜索一下小鹿稿哦 哎唷 虽然一样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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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